小的时候家里特别穷 当时全然住两间土房 冬天冷 外屋做饭 养母猪 里面固人 妈从小就教我 只要踏实狠岸走正道 就一定能过着好日子 房子 05年的时候买了两台四轮车 10年的时候买了两台收获器 12年的时候买了一台拖利机 在13年的时候买了两台小校车 我现在除了种食物产的以外 春年的时候还卖一些冬子化肥给农户 然后就在时候把这些农机机租给农户使用 一年净收入怎么也能达到25、6万吧 未来我准备加大投资力度 做一个只在家里薯田 不用下地干活的 久能后吸一生农眠 你们愿意喜欢我吗